伴随着中国迎来双航母的时代 新服役的山东舰航母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虽然早前网上就流传着很多关于它的资料 但是官方却一直避而不谈 如今山东舰在海南三亚举行服役仪式 官方也终于向外透露了它的一些情况 与之前网上流传的有多大区别呢 首艘国产航母的交付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 国内相关媒体也在大范围报道此事 罕见的是一直没有正面给出首艘国产航母数据的官方媒体 也终于向外正式公布了山东界的部分资料 据资料显示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 选择山东作为首艘国产航母的名字 主要是因为山东青岛军港 为建造国产航母的专用军港及保障设施 做出了重要贡献 青岛海军基地 除了能够对航母编队进行军需物资的补给之外 基地周边还特地建造了大量的基础设施 如海军航空站、医院、图书馆、公园等 解决舰机人员的日常训练 以及编队官兵日常生活的问题 至于为何安排在海南三亚服役 则是对国际环境以及地区局势的一个判定 具体是针对谁 这就有些见仁见智了 从目前资料看 山东舰和辽宁舰在外形上颇为相似 但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舰载机规模的扩大 而这一点 无疑也代表了山东舰的战斗力 比辽宁号更强一步 有消息称 这些赶进可不是简单地修改一下图纸而已 辽宁舰的前身是前苏联设计的瓦良格号 当时的苏联设计思路是作为载机巡洋舰来使用 因此飞行甲板前部有12具SSN-19反舰导弹发射器 然而中国拿到手之后 目的是为了打造航母 而不是什么巡洋舰 因此反舰导弹的体积巨大 发射结构占据了庞大的内部空间 让辽宁号只能搭载24架歼15舰载机 严重影响了体系化作战下航母的战斗能力 山东舰作为中国自行设计的航母 避开了苏联方案里面的这个特色 开始增加了机库容积 公开信息显示 国产航母至少可以搭载36架歼15舰载机 相比辽宁舰 数量提升了近50% 有分析称 作为一个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 与第一批队美国最新服役的福特级超大型航母 以及成熟的尼米兹级大型航母相比 依旧存在一并的差距 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但是中国的航母事业本身其不就晚 山东舰也不是拿来和这两款航母 进行对标的目标舰 而是验证中国是否有能力 有技术 有基础的独立自主建造航母的一个尝试 有意思的是 在山东舰福役的前一周 网上还有不少观点引经据点 认为新福役的航母 很可能会叫湖南舰 福役仪式会在明年 当不少网友信以为真 结果等17日福役消息一出 不少人大呼上当 直言完全没有想到 值得一提的是 同为近年来多次在全球引起热议的航母 中国的山东舰 是一款以争夺海战制空拳 和制海拳为主的正统型舰队航母 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则显得有些不务正业 作为一款强化对陆攻击能力的航母 大量采用了F35B短锤起降战斗机作为舰载机 这更像是一款超大号的两栖攻击舰 当然有一说一 F35B肯定比歼15先进一代 这也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最大优势 当然印度的航母也常常引人关注 近期更是在对外放出新航母建造计划的消息 不过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 以印度目前只能依靠国外制造商的进口 来推进航母建造进度的现状 您在港口上的维克兰特号能不能造完 还是个未知数 从网上的流传消息来看 中国目前肯定无法为山东舰 提供一款成熟的五代舰载机 但在中国003或者004航母上 将安装电磁弹射装置 届时研发已久的歼三腰很可能会作为他们的舰载机 有分析人士称 辽宁舰的服役意味着中国海军一只脚踏入了航母海军的大门 而山东舰的服役则意味着中国海军已经正式走在航母海军的道路上 因为辽宁舰很多时候是作为海上的科研和训练基地 而山东舰作为新建造的航母更多承担的是作战任务 山东舰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脱离事业和科研任务 但主要是作为战斗舰使用 而且从山东舰的主要部署就能看出 针对的还是南海相关海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某些国家军舰艇直藏在南海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 挑衅中国国家主权 甚至鼓动怂恿周边各国扰乱南海秩序 以山东舰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坐镇南海 也许我们就会看到中国航母跟外军外舰面对面的情形 cycles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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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